我们回到产业界带您来关心的是 到底俄罗斯在一波接着一波的制裁下 他们的产业有没有挂掉 他们的经济有没有崩溃 普丁说不要以为 你们寄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就能够瓦解俄罗斯经济 在刚刚的三档当中 你听到普丁确实承认 因为制裁他的通货膨胀 以及他的失业率确实出现了 通货膨胀上升 失业率增加的情况 但他说休想瓦解俄罗斯 他有找到拆弹的方法了吗 眼前之前大家最担心的是 俄罗斯有没有拨债倒债危机 因为他之前的所有的美元资产 特别是海外的美元资产 通通被冻结了 那么他马上要付利息 又没有美金付该怎么办 他就说我要付卢布 后来国际就说 如果你用卢布付也算违约 不行 你非得有美金付 好 到底能不能有美金付呢 美国财政部说 虽然我冻结了你所有的美元资产 但是如果你是要拿来付我们利息 那我是同意的 因为如果你不让他有美金付 那这个死伤可惨重了 很多国家都买了俄罗斯的国债 所以俄罗斯说 因为美国财政部同意虽然制裁他 但是没有禁止他用美元常债 俄罗斯的恶债危机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了 但这个蛋拆了 还有别的蛋还没有拆啊 还有不少蛋的 不过我们现在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俄罗斯的社会的经济的现况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要知道现在其实在俄罗斯 刚刚我们听到普丁讲这个话 这可是他历来访问当中第一次亲口 说出就是刚刚斐军提到了 他亲口说出现在脱货膨胀严重 现在失业人失业的状况严重 这是他第一次讲 所以他态度非常强硬 但现在整个俄罗斯社会要知道 你现在包括这些跨国企业都关店了 因此整个俄罗斯现在包括工厂商店的关闭 然后失业的状况的严重程度 不用想象中高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图都可以看到 这样失业人口这些数字 都可以看到是违长 但是看到那个最涨的最大的 它就是CPI指数 它现在整个在俄罗斯社会 那个失控的物价 光是在这个一个月内 就已经可以说是物价暴涨了 超过了10%以上 恢复到几年前这五年来的最高点 所以俄罗斯社会里头 现在这个不安也是有的 难怪普丁要出来讲一下 当然其他刚刚其实俄罗斯或普丁 所面对的刚刚这个炸弹 经济炸弹很多 对 最关键的其实是北京提到的 这个国债真的是 但它本来先前你看是所有的 包括国际媒体都在讨论说 是不是很严重 就没想到俄罗斯财务部都宣布 已经付了 这个1.17亿美元付了 原因竟然就只是因为 这个美国财政部说 不议了 解冻 没关系 你要付我利息 你就可以用 付债可以 付债的这个美元 长债可以 长债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图本 因为他们是债权人 你如果不能给我付的话 那惨了 你知道多少国家有俄罗斯国债 对 所以很多制裁也会很多的漏洞 这个漏洞最近也体现在 同样这个状况 就牵涉到一些金融机构 包括高盛在内 竟然好像在上下持守 邪恶的高盛又来了 这里头当然是因为有爆料 有些投资人爆料出来 是什么回事呢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这个部分 俄罗斯的经济里有非常多 包括它的资产 包括它的一些债务 都是价格非常低 所以现在他们不能弄 但是高盛呢 他们其实就有人对投资人说 现在非常非常低 而且尤其对美国投资人 对 去抄底 对 高盛就抄底 对 就是说赶快来抄底 可是问题抄底怎么交易呢 这里头就有爆料人说 甚至有高盛的交易员说 这些交易可以放在交易员 个人的名下来进行 这个其实是不太有点问题的 不过你说真的是高盛违法吗 也不见得 因为说实在的 现在在拜登政府的制裁措施里头 还是有些漏洞 比如说一些 如果是这些银行 制裁俄罗斯银行的 这种所谓的二级银行 二级市场 只要是3月1号之前 原有进行中的交易 还是可以进行 像刚刚的美债一样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些空隙 那么另外如果说 有一些被制裁的 俄罗斯的个人或企业 结果现在是怎么样呢 可以用一些其他俄罗斯的 没有被制裁的人头 还是可以这样进行 所以大概就高盛违法经营机构 在最暂时都是 不要看好像被制裁 这些交易可是火得不得了 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的制裁 不只制裁俄罗斯 同时制裁普丁的朋友们 那些权贵朋友们 那些皇亲国家那些寡头 因为这些人就是支持普丁 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他们黑名单一出来之后 他们很多游艇 海外的资产都被冻结了 包括现在欧洲还祭出 奢侈品不进到俄罗斯 那我们知道对这些富豪而言 买奢侈品不仅仅只是 当作玩具 不仅只是休闲娱乐 也是他们藏钱的管道 为什么要进奢侈品 尤其是欧盟 那么多国家 有29项奢侈品清单 搞了叛选原来 去制裁一出现的时候 俄罗斯的富豪们大量的买 各式各样的市场 奢侈品包括一些 尤其是名表 那么这些动产 其实是可以变现 国际可以增值 所以后来这个奢侈品的清单就出来 要知道讲到这个部分的这个表 在俄罗斯整个 有关于这个奢侈品名表的市场很高 他的全世界大概是排名 在前年的部分 大概是排名是第17 大概有80亿台币的 这个每年的市场 台湾大概第13 第二第三是大概香港 跟中国大陆 我们华人都在买名表 当然讲到名表的部分 普京自己也是 名表的部分的爱好者 那么其实在媒体 曾经有披露过他的一张照片 这大概是 这照片是他40多岁的时候 他当时戴的这个表 就是他现在宣称 可能普丁现在手上 有11支以上的这种顶级名表 这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表 全球限量只有51支而已 全世界 对 当年他40岁 普丁40岁的时候 当时就大概是 1500万台币了 所以这个是表 那这支表可以藏钱 因为他会增值 对 所以当然其他的很多的 他的朋友富豪 当然也都在买表 讲到富豪呢 当然现在其实都 也先前有媒体披露 很多俄罗斯的富豪跑去哪里 包括他们的资产 他们的人 跑去阿联邮 跑到阿拉伯国家 跑到那边 因为那地方没有管制 对 因为有些制裁 现在当中 大家知道中国 印度 另外阿拉伯国家 没有跟随美国的制裁脚步 特别是阿联邮 阿联酋 那么阿联酋因为是这样子 阿联酋是这样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买房地产 而且你可以用加密货币来买 可以用加密货币买 对 而且你买的实际是这样 如果你大概只要买 大概约莫 大概是20万美金 大概600万台币 你就可以获得三年的居留签证 如果是136万的话 可以五年 如果更多钱的话 甚至可以拿到 10年的黄金签证 前阵子就有CNN 他们有披露说 有一些富豪 他们捕捉到 就跑去阿联酋 而且在这里头 特别要注意到 在这一次制裁行动当中 包括阿联酋 甚至包括杜拜 慢慢好像变成是 加密货币的交易中心 要知道其实像 在阿联酋当中很有名的 他们杜拜的这个 朱美拉 棕榈岛 我们画面画到的 非常大的 这个扇形的房地产的 这个项目 可以直接 就是用加密货币来买 而且他们一条龙 这样子来进行 那么这个部分 就可以直接 直接在这一波制裁当中来做 而且要知道 你看像杜拜 我们想象中很远 可是杜拜距离莫斯科 飞机才五小时而已 非常非常近 所以这是这一波 国际制裁的破口 因为一方面 又可以用加密货币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可以把钱 藏在阿联酋 藏在杜拜 好 在今天最新的制裁 是日本寄出水产关税 要加征对俄罗斯的水产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俄罗斯的水产 那对他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对 他是知道天然气 知道石油 不知道 俄罗斯的水产很重要 当然其实日本 这些制裁都跟随美国的脚步 所有的一切 最惠国关税 惩罚了富人 然后包括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还有水产 要知道 其实俄罗斯是这样子 帝王界跟扇贝 不是日本第一 是 俄罗斯是全世界的第一 光帝王界在前两年 它的大概整体来说 是39万吨 大概是美国加挪威 加起来的总配额 是俄罗斯美的生产 所以远远超过 帝王界越来越超过日本 你以为帝王界 日本第一名 不是的是俄罗斯 其实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的是这样子 他们的帝王界 是整个市场 过去雨夜长久 有点混乱 他们在2019年 做了一些改革 把他们50%的 这个部分配额 来15年 来做了公开的拍卖 希望能够更加的 企业化跟资本化 可是因为俄罗斯的 这个远洋渔业 基本上还是长期 大家盘踞这些 批文跟配额 所以还是非常的凌乱 有些高利贷 各式各样的这种 搞这种小的这种 就是简单就是说 把配额就给人家来捕鱼 包括给日本渔船捕鱼 那么这次日本 如果有这个禁令之后 其实对俄罗斯的远洋 渔业也是很有打击的 当然面对那么多的 这些打击 虽然也有一些缝隙 你说普京没有做法 在刚刚普京 这个记者会的 这个15号当天 普京也宣布蛮重要的 他来对抗 他宣布怎么样呢 他寄出 整个政府要拿出 一兆卢布 干嘛呢 来购买所有俄罗斯 如果受到欧美制裁的 公司股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这些企业 受到欧美制裁 你受到影响 那么国家 跟你命令绑起来 买国家买你的股票 你不能倒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把这些企业的外汇 他要求外汇呢 百分之八十 大概很多都是美元欧元 卖给政府 所以就简单来说 就是 就是俄罗斯政府 也还是有些钱 可以继续撑下 通过企业 政府提起来 对 都是具有钱 另外最有一点就是主要 就是说过去来讲 在包括俄罗斯跟中国 跟一些国家的 就所谓欧亚经济联盟 曾经过去有讨论一个东西 叫做单一货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有卢布 你有人民币 但是是不是大家 还有可能其他国家 印度什么之类的 大家比到欧盟 是不是来做一个 这个欧亚的货币 过去觉得是天方夜谈 但是这次因为 而卢布被直接的部分打击 而且跟人民币的分护吧 大家感受到风险 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 大国欧亚地区的 类似欧元 那么还有各国货币区间 关系的单一货币 现在大家不过 好像不是天方夜谈